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萧续成大动作召开的记者会 就说马英九前总统应邀 在4月1号到4月11号 率领大酒学堂的青年学子 前往广东 陕西 北京 来访问中华文化历史景点以及企业 来出席这个季皇帝林的大典 那国台办立刻就回应说 欢迎来访 去年是3月27号的时候 去到中国大陆祭祖 那去的一些地点 就是上海 南京 武汉 长沙 还有重庆这些个地方 所以这一次大家特别聚焦 有北京是跟上回不一样 所以人家开始在揣测 有没有机会 有马席二会的可能性呢 这次会来到北京 会再跟习近平见面吗 当时马席会 习马会 这个历史性的一幕 但是也有人提醒说 那这次马英九可要记得 就随身要有人侧路或是密路器 不然就会有人说 搭高铁没有靠背 就像是之前不是有男子 买到了巴西的绿色黑鸡蛋 都现在要靠着全程拍片 后来才能获得不起诉的处分 所以如果这一回马前总统 去到中国大陆 看到什么样的美景啊 什么的 恐怕得要就全程的记录下来 不然绿营的什么人 通通都可以拿出来讲 高铁没靠背啊 什么没有讲到中华民国 但事实上上次其实已经有 随行团甚至还有很多大陆的民众 都会随时拍 然后在抖音上面 都造成了一波的风潮 但是这次马前总统去到了大陆 偏偏现在有这个中明轩效应 钟明轩现在去到中国大陆 然后讲说我喜欢中华文化 马上也是被出征 那我们先来看看绿营的逢中必返 马英九要在访中国大陆 现在绿营无私窑跳出来 就说那你要好好去宣誓一下 台湾的主权哦 还要讲就是酸酸的啦 就讲说国民党永远有附中参访团 让人匪夷所思 呼吁马英九去到中国要好好替台湾来宣誓主权 那其实上一次呢 马前总统他去中国大陆的访问 刚好那时候就是双英嘛都出访 那中国大陆是马英九去 那蔡英文去到了美国 可是上次整个新闻的版面 几乎全部通通被马前总统给站走了 那蔡英文几乎就是已经被边缘化 好像没什么人太注意他的行程 这一次在赖清德520之前的就任 是不是也有可能把赖清德所有的风头给压过去 因为四月份可能是赖清德紧锣命鼓 要选这个内阁人选的时间点 现在赖清德就已经没什么声量了 会不会因为这样子的一个 马前总统的大陆行 再度把他的声量全面的盖过去 而我们刚刚讲到这个钟明轩效应 就是现在很多人导致说 会不会我也变成钟明轩啊 很多人觉得说我如果去中国大陆 我去那边我只是一个旅游心得 我看到他那边好 然后夸奖一下写在我自己的社群 或者是我拍一段影片介绍 会不会就有绿营的来出征呢 就像钟明轩一般 那钟明轩最近他是去到了印尼 他说他要去解决一下他这阵子的内耗 因为他已经铺天盖地被绿营给追杀 他说呢他拍影片反控 就是这个鸡排妹完全篡改他的发言 然后他甚至讲说我就是喜欢中华文化 要不然你想怎样 这次攻击他的主要网友 他说就是你这些民进党的支持者 然后还说他们眼睛有滤镜啊 但是你没有滤镜没关系 但是不可以不讲道理 那他其实讲到中华文化 本来就是这样文化相连 像是我们的粉红超跑马祖绕境嘛 那大陆这边也有七爷八爷的绕境啊 那我们宋江镇在大陆那边叫做鸳鸯镇 其实本来这个文化相连 你会觉得说很亲切 喜欢这样的中华文化 怎么就被绿营的无限上纲成 要必须要全面的出征 逢中必反是不是有点过了头 那再来蔡英文现在遇到了太平岛的话题 感觉上面好像也挺敏感的 现在有海巡百顿级的巡防艇 要重铸太平岛了 那但是呢有一个独家消息说 现在虽然要这样重铸太平岛 可是这个岛上的官兵反应 手机的讯号奇差 完全是形同登岛之后跟外界断讯 那你看看王定宇这时候 每次这种抗中宝他一定会发言 所以你看他讲 蔡英把登太平岛操弄为 义和团式的捍卫主权 只是碎了中国意在南海的岛事 搞事情而已 人家在网路上面就笑他说 难道是义和团王定宇骂人义和团吗 这是网友们也是不留情的 那再来看一下 现在中美的角力 美日安保条约64年来的最大更新 现在要强化驻日的 美军司令部的功能 就是英国时报 他说现在美日针对 美日安保条约进行64年来最大幅度的更新 其中台湾有事的状况 他们要就是做一些防备 所以呢美国 也你要强化驻日美军司令部的一些功能 但是大陆这边也有一些新的武器 比方说像MD-22 无人机计压美俄 高超音速长航程或者会变成了新版的战略武器 那分析人就讲说 哇 它的速度可以到7马赫 比起美国的SR-72的速度更快 而且它这个参数也优于S-70的猎人无人机 所以在不久之后就会正式亮相了 还有陆版的鹰眼空警600 现在平凡的正在试飞 在歼35战机的测试飞行加快的同时 其实这空警600的预警管制机也正在测试当中 它最新的照片已经在大陆的社群上面亮相了 所以他们讲说这个预警机就称为空域之眼 它的地位比起战斗机更加的重要 所以中国大陆也是积极在备战当中 那到底马前总统这样子的访问 能不能带来一些两岸缓和的契机呢 这个我们先来问一下亮哥 蛮有此行 当然大家关注了还是他会不会跟习近平见面 然后跟习近平是不是公开的见面 这个如果是真的 那真的需要讲究一些细节 因为上次在新加坡见面 这次是在北京 那北京会是公开的吗 这坦白讲到现在 刚刚秀玉成也没有讲到这个部分 事实上我估计会不会见他也不会知道 可能去了会看看当时的状况 他们说克随处变 应该是这个样子 可是习近平真的是不是普通人 就是你跟他见 你就要准备好要讲什么 如果没有习近平这个二会 那基本上我觉得跟上次差异不大 基本上就是走历史跟文化的古迹 然后接触大陆的年轻人做对话 大概就是这样 但上一回也是让两岸的距离拉近了 上次比较明显有去找当年国民党在大陆的历史的一些重要的地方 那这次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样 那当然大家一定是聚焦在习近平 到底有没有跟马英九见面 或者我们不要说习近平 王滬宁那也很引起注意 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才在看 因为李文中是我们的老兄弟 他今天有感而发 就写了一个文章 他跟马永诚去见了丁渝州 他就讲到 他说丁渝州说 两岸同文同种 同根同源 地理相近 经贸密切 赖清德应该要调整逢中必反的基调 避免与中国民族主义对撞 共同稳定台海行事 我不知道李文中这样的发言 是不是在帮赖清德吹风 马永诚 李文中 都是赖清德的老战友 结果我们还看到网路 还有绿营的节目还在追杀一些人 我说民进党的问题 主要就出在这里 事实上蔡英文执政八年 就是都没有处理这个问题 他让深绿的人在那边 可以胡说八道 我才不相信王毅川 不知道大陆的高铁没有靠背 怎么可能呢 他是台大土木系毕业的 我认为根本就是故意的 他就故意吵这个话题 引起注意 然后让1450深绿很高兴 他就故意的 我跟你讲还有去炒茶叶蛋 一大堆 我认为都是故意的 炸菜 我认为都是故意的 土房田鼠 这个就接到你的心态 你的心态你到底要不要 跟大陆老百姓好好交往 要不要去尊重人家的历史文化等等 那你就说因为他不承认我们的主权 所以我们要跟他对抗 你是这个意思吗 你真的是要搞两岸的民族主义对抗吗 你知道后果是什么 你有想清楚吗 赖清德你真的这样想吗 李文中这个叫苦口婆心 李文中对两岸关系是很了解的 他跟马永诚去见丁渝州 那大家也可以去看丁渝州的回忆录 怎么写两岸关系的 如果说这种声音 然后在绿媒都不讨论 然后那个1450深绿 在脸书 在tread 还是那种 都是那种论调 那你这种政党去死算了 我讲白了 那个王国才讲得很好 不要去香港 投给赖清德的都不要去香港 最好这样 可是另外百分之60 我们还是要去 就这样 大家都对决 好 来问杰老师 我觉得马永久 他现在以后做自己 走的路非常正确 不需要顾忌这些台独政客 对他的这些冷言冷语 嘲讽 讲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什么台湾主权什么的 这些就是一贯的台独主张者 你要真把他的话当话话 自己就把手脚都绑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 马永久这次去开大门走大陆 而且带着年轻人 对 他是将来两岸 如果有一些紧张冲突 他是最好的一个 怎么讲 他是最好能够化解两岸 这些对立紧张的 他代表台湾很多人的心声 这个就是说 希望两岸是怎么样 大家能够和平相处 大家是这个 说起来同主同源 同根 同民族同血脉 从这个出发点 什么事情都很好解决 有问题都变成没有问题 可是照台独的这些 他比如说在他们这些 比如说这个是谁 这位女... 吴思遥 吴思遥 吴思遥讲这些话 这就是典型的台独的论调 这只有把两岸带到死胡同 对 对不对 这是他们这些政治主张 害死台湾的最重要的地方 应该说赖清泽 支持不支持这样的论调 对 这些都是赖清泽身边的小打手 新潮流的 对 都是些小打手 对不对 这样子弄的话 就是说你们这边 好像你们准备 为了台湾 台湾主权什么都做 到时候还不是让台湾老百姓 送的当炮灰 你们这些人在这边干嘛 吃香喝辣 吃香喝辣已经八年了 对不对 还要继续骗台湾人民吗 对不对 两岸关系如此之密切 对不对 台湾说实话 我们一年从大陆赚到 1500亿美元 这个是何等重要的一个 一个我们的生命线 马英九作为才对 马英九已经算是 我觉得他已经是 不要太顾忌 这些台湾这些独派 这吴思瑶跟他们这些 现在那个台独叫什么 台独 务实台独工作者 这些人的论调 跟着他们的论调 台湾必死 死路一条 马英九再给台湾 找出一条活路 在两岸中间 扑出一条什么 一条散道 这条道路真的是 很多台湾的 这个沉默的大众 心里面都很支持 你就看上一次 他去大陆访问 他虽然是记住 可是事实上 两岸的民众特别关注 大陆的民众看到马英九 也觉得 两岸到底还是一家人 对不对 台湾很多民众才来 这个终于有一个政治人物 蓝营的政治人物 展现了胸 展现了肩膀 展现了远见 展现了真的对台湾 两千三百万人民的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做出这样子的历史之行 这次是第二次 我预祝他第二次更圆满 更成功 然后还有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继续的下去 我们完全的支持 好 叶老师 马英九带着大酒学院的青年人 再度访问大陆的时候 我觉得我都同意 这是个好事 两岸之间的同胞 同文同种 同根同源 这个我也同意 但是我觉得十步我语 马英九现在老了 垂垂老义 连婆老义 该做的事情没做 现在这个年头表现得非常 讲什么都没有用了 完全被民进党吃豆腐 马英九一路走来 从那个庄国荣开始 到郑宏仪 所有人都敢骂他 他基本上的话缺乏策略 他让人感觉到说 你相信马英九就相信 No No 这种感觉 我觉得马英九到大陆 的政治效应 恐怕还不如这个周明轩 我必须要请大家注意 周明轩他有三点 第一个他是年轻人 第二个的话 他只是喜欢中华文化 就被围剿 对不对 然后第三个的话 他直接杠 台湾人最喜爱的鸡排妹 这个非常重要 大家千万不要误解 我们从现象可以看出本质 为什么鸡排妹一个卖鸡排的 长得漂亮的女生 会反对周明轩 他喜欢中华文化的 这是展现了他的潜意识 台湾人 台湾人有很多人认为 大陆真正的麻烦的地方 是在于大家对于中华文化的喜爱 中华文化的喜爱 就是喜欢中华民族 喜欢中华民族就是反对台湾 那可天下来可不得了 所以说这里头 台湾真的在缺乏 自我认同的情况下 必须要找一个新的认同 终于找到了 就是肖美琴的长相 像美国人 就是感觉 我不管美国人 跟我们长得一不一样 但是我们就是爱美国人 这个非常重要 你爱美国人 我跟你讲 你碰到美国人讲说 I don't care if you love me But I love you 那这个非常重要你知道吗 这个非常重要的主要原因 就是说 美国人基本上就不愿意 蔡英文到太平岛去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南海本身 请大家记住 太平岛叫太平岛 是因为太平伦的关系 那个南海叫做南中国海话 1947年英国跟美国都承认的 这是中华民国的疆域 事实上 我从小看到中华民国的地图 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我们的海舰 比我们的本岛大了几十倍 这个现在非常明白 所以这种情况 你如果到了太平岛以后 请大家不要忘了 开罗宣言跟波斯坦公告 里面都讲 在二次大战之后 所有台湾的一切 都由大陆接收 大陆接收 到了这个1971年 2758号的决议 通通由大陆接收 这个法理的系统连贯 所以大陆深 大陆今天的话 讲南海的问题 不要说是问题 这僵域 本身就是它的主权 那就是太平岛 为什么最北的东沙岛 跟最南的太平岛 基本上都是我们的领域呢 大家想想这个原因就知道 现在蔡英文的话 不是不敢去 也不是不想去 我说不定很想去 因为到处走走玩玩 不是挺好的 但是他现在的 王定宇本身 好像是美台关系协会的主席 他得到很多讯息 美国人讲说 妈 你敢去 你敢去就不行 所以说他就不敢去了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 谢谢大家